让我们出来的运动 大宇宙 大宇宙 经过半年养殖的大闸蟹 终于长大并肥美 谢老板林永宏特别办理开卖活动 希望今年的大闸蟹顺利销售 一些顾客及在地族人 也特别到现场参观 尝鲜 非常的甜美 甜美真的是太棒了 物超守直 而且会长还亲自的示范教学 教我们怎么样去吃大闸蟹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一趟花莲之旅真的是 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是不是 对 从永宏一回来乡下养殖大闸蟹 第一次的生产我就开始吃了 吃起来有点鲜甜 很鲜甜 然后肉汁肥美 大闸蟹通常在每年中秋节前后出产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林永宏从国外购买的蟹苗 特别延到三月份才进场 也导致说成出售的时间延迟 不过他表示 所幸并会影响销售状况 其实往后推来讲对我们消费者 对我们的厂做这个品质的销售来讲 是比较稳一点 否则如果提前来销售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客室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考量这么多年的 这个养殖经营上已经我养到第八年了 从前面的经营来讲确实要往后延一个月 其实被品质来讲是最无稳的 跪在南岸部落山区的蟹场 林永宏特别饮用 一山拉枯拉枯西南岸瀑布干净的水盐 并以绿色生态的模式养殖 他表示愿意分享养殖经验 让大闸蟹产业能够延续 原始新闻发布了花莲周西采访报导